猎毒人孟瑶在该剧里既能坏事又能成事 他因为毫不保留的信任吴星河 所以被他多次利用 可也正因为孟瑶对他的信任 到了后期吴星河喜欢上了这位可怜可爱的女孩 甘愿为了他放弃自己的地位 尽力得从吴雄手里救回孟瑶的爸爸吕云飞 剧情的开始就表示吕云飞身份被楚天南知晓 随后就被赶到的蝎子给害了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蝎子并没有承认自己害了吕云飞 江一南等人也没有找到吕云飞存在的痕迹 人要是真的没了 怎么可能一点东西都查不出来 据悉吕云飞在关键时刻被人救了 而救他的人就是缅穿两大势力之一的吴家家主吴雄 当然吴雄就吕云飞也没有按什么好心 他也不过是想得到吕云飞手里的秘密 吴家和楚门相比实力要差一些 吴雄想得到搬到楚天南的资料 好让吴家在缅川一家独挡 但是吕云飞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会告诉他 是在敲不开嘴的吴雄 只能派吴星河接触孟瑶 并找到吕云飞传出来的信息 吴星河对孟瑶日久生情 看着他整日愁容的样子 决定帮孟瑶找回爸爸 这时的吕云飞已经在缅川 吴星河暗中指引 让他找到了大哥的消息 并帮助吕云鹏从吴家救出了吕云飞 楚门发展迅速 吴星河为了孟瑶也为了家族 他最终与吕云鹏合作 一起对付楚天南 所以前妻孟瑶这个角色看似多余 其实在最后才能体现出他的作用 吴星河这人很聪明 就连渭海和赵菊都没查出他的蛛丝马迹 一号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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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工之旅的